南議員請發言 主席 縣長 副縣長 秘書長 各個局所長 大家早安 首先感謝我的黨團 秘書長 初見議員 他剛才提到這個關於紓困一萬塊這個議題 本期等一下 也在今天等一下會質詢縣長的第二題裡面 這個首先 足以證明 這個可以看得出我們現在觸控方案中的很多的 不敢說弊端或是說什麼 我們不能說弊端 可能是有疏忽的某一個區塊 那希望中央也可以聽到我們這些集成議員的聲音 那首先我現在在延續我們昨天提到說 同一台飛機 然後受診者跟我們做同一台 然後我們去受害者去 就是說去那個自我管制 網易14天 或者說去旅館 反應旅館 管制14天 我看不出來我們好像政府 縣政府 或者說中央對這一些人有所補償什麼東西 我說好像看不到我們 雖然就是疫苗 因為就是病毒 是人家都不想接受的 事實已經發生了 可是無辜的人是更多的 我不知道縣長這邊 對於這些真正的無辜 無辜的人 浪費他們的時間 影響到他們的生活 我們這邊縣政府有沒有做另外一些補償方式 或者說有微溫情的感覺 主席財事 請我們副縣長做回答 縣長做回答 好 請縣長做回答 非常謝謝明陽議員 就是關心就是我們防疫的作為 就是怎麼樣守住防疫第一線 在機場跟碼頭做全面的快篩 但是萬一有漏完之餘 它沒有篩在飛機上 最後被檢驗為確診個案以後 那同飛機的接觸者依照防疫的標準 我們要安排做居家隔離 做14天以確保避免社區的擴散 這是一個防疫的一個基本作為 我們一定會照這樣子的標準來做 但是對於這些 因為做同一班飛機 必須做居家隔離者 目前就是我們地區會安排一人一室的空間 或者是不管是在自己的 或者在防疫旅館 但是這些的相關費用 依照規定就是中央會補助一千塊 那剩餘的經費 其實我們縣裡面也是會給予協助 但是如果說這些人因為隔離14天 生活上或者工作上 甚至是中低收入戶等等 影響到生活情形的 我們依照社會救濟的原則 也會給予關心協助 避免因為這樣子 影響生活或陷入困境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 縣長你的意思說 因為這就是無辜牽扯到 就是說接觸到這個疫情的人 或者說管制人 我們就是說自己去防疫的人 我們政府會有給他有所補助是不是 是的 那他去哪裡可以申請 他一千塊是依照 就一千塊 一千塊 那我們縣民在我們地方 我們交旅局會補助他這個防疫旅館的費用 好啦 等於說 你現在也等於說 住一個旅社我們要兩千五 吃喝要兩千五 你們只有給他一千塊 說難聽也不夠啊 另外的一千五 如果縣民的部分 我們會給予補助 其實什麼論都是不足的 為什麼這麼說 我懷疑旅館他拿走兩千五 這是他所得 那我請問你 我現在沒有工作 我假如說是打工的 我的手錄怎麼辦 這不是兩千五就可以解決了 我希望政府應該看什麼方式 你今天中央已經 假如說政策是這樣子 那我們縣這種地方 有沒有這種經費 譬如說交易月經來做有所補償 你不能說 他是關在0月14時吧 就好像冤獄一樣的嘛 是不是這樣子 就關了14天是算冤獄 冤獄國家也有賠償啊 對不對 他算一半嘛 也應該有所補償 這是本期個人想法 再來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 還有沒有防疫旅館 現在我們馬主還有沒有防疫旅館 有啊 現在防疫旅館 你有沒有告知所有現在 因為目前我發現到 很多已經有一點 有那個 一些零星的散客來這邊了 那他 你應該要把這防疫旅館公告出去 哪一家是防疫旅館 這樣對不對 應該要告訴大家吧 基本上啊 就是我們防疫 其實啊 在我們這個防疫的一個 作戰計畫裡面 防疫旅館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啊 但是基於個資以及啊 要保護防疫旅館 你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解釋 就是怕誤會 然後 人家 所以我本期來叫我問說 那他 我哪裡知道 哪一家是防疫旅館 基本上就是我們 他們去住的時候 假如說我去住你這家 你是防疫旅館我不知道 你要告訴我的義務啊 應該是這樣子吧 這不是跟個資有關係嗎 有有有 有有 第一個我們對防疫旅館的規範標準 有標準的SOP 基本上是安全的 就是我們隨著疫情的狀況 會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不會是 在疫情嚴峻的時候 我們的 可能防疫旅館的需求量 會大會多 但是疫情犯出來 我們就會限縮 限縮這樣子的量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會有 集中檢疫所 就是做一個備院方案 做調整院的 所以說這個過程 就是說 疫情的變化 它是瞬息萬變 我們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的掌握 但是我們就是 要有一個機制 會去做一個調整 那確保我們社區要很安全 現在 你講的這個沒有錯 這樣或許會影響到 他們這個 一些防疫旅館 他們的生計 可是呢 他們有一些人就問說 他們有領 我們政府的小額補助 就是沒有人住的時候 小額補助 然後呢 應該要告知 我們鄉親或者說 觀光客 這是防疫旅館 你們要住就住 當然啊 我們住 不管是怎樣 就算他是防疫旅館 弄完消毒一定是必要的 是 我也相信說 安全無語 防疫旅館那個安全 絕對是無理 是 可是 應該是要告訴鄉親說 鄉親他們想知道啊 叫做防疫旅館 可能會退缺 或許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 會影響到他們的生計 這個不可否認事實 可是 老百姓來這邊的觀光 他也要想知道 他知道的事情啊 這個憲政武器要陷入兩難啊 是 那還是說 既然這樣子的話 或把這些防疫旅館的經驗 補助經驗提高 或怎麼樣 這也是解決方式啊 你當然 因為他做了防疫旅館 沒有錯 影響到他的生計 那可是我是觀光客 我來這邊 或者說我是消費者來這邊 你政府有告知我的義務啊 我有資的權利啊 那不是陷入兩難了嗎 那陷入兩難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另外一個政策 在防疫旅館之前 提高一點 這個應該也可以研究一個方式出來 好吧 這個雖然這個可能是 等一下 可能又要牽扯到中央 跟經費的問題 可是有一些事情 事實要告訴鄉親的事情 就是要告訴啊 好不好 現在 我希望 因為這個疫情還沒有結束 是 我們還是要 還是這個問題還是要住層一下 因為有點觀光客 有點慢慢進來的感覺 那觀光客 等一下再來先講 等一下再來講 我們再聊這個區塊 我們再聊一遍 勞工的問題 剛才我們書建議員提到是 勞工 他講的紓困一萬塊錢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現在不知道 我們現在勞工的紓困 一萬塊或者一萬到三萬塊 他是以勞工的 勞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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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因為貼上去的 勞工的 我奇怪 昨天沒看到 是 恭喜你 就是這個 謝謝 謝謝林議員 那我們這次 因應 sto旦肺炎 紓困相關的補助 如安心就業 如安心上工 或者说这个自营者的 这些相关补贴 这个总共大概八项 八项里面因为这个预算 我现在你告诉我 这些钱是哪里来的 都是劳动部 中央 当然是中央来的钱 那中央这里面补助我们 有劳工这个区块 我现在请问你劳工这个区块 是 他是以劳是劳保局哪付的钱 还是说 特别预算哪支出的钱 来纾困这些我们一到三万块的劳工 因为劳保局 他只是承办单位 就是说转成这个 那等于说是中央的 那他是中央的 那等于说也是 就算是特别编的预算 不管你是 当初讲的四千亿八千亿 那我们先不要管这个 那我想请问你一下 他现在目前为止 等于说是有中央 也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是不是 那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你今天你是讲 劳保的 应该你是公保 我们这种身份是劳保 对不对 那我讲劳保的 一般人规规局 一直在劳保 没有 广澳没有领到一到三万块的那个 纾困金 参加工会的 要参加 要变成 可以领到一到三万块的那个 那个 纾困金 那我这样请问你 是 我也是讲劳保费 你缴多少 我也缴多少 那为什么 你们可以 一般工会里面 往外路工会的人 可以你 自己营业的 想说我在 比较小的公司里面上班 五六个人 那老板帮我 老板帮我比例 缴了 那个 就是 那个 劳保费 那你的参加工会的 是由 政府帮你补助的 那同样的都是 反正你的目的都达到了 为什么 我是劳工 那为什么我领不到 这一万 一万块到三万块的钱 你认为这是 我好像 有之前问过 你查过 哪里有这个世界上 哪里这么不公平的事情 你找劳保费 我也找劳保费的 对 那紓困 你所谓的紓困 应该是你也有 我也有才对 怎么会变成 我也有缴了钱 只不过 是我老板帮我缴的 对不对 我一个人才赚三万块钱 对 算起来也不到 四十万一八千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们可以领到 为什么其他领不到 所以这方面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为什么请县长 先做一下 要请我们这个 新科民政策处长 李文门先生 来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之前我请教过他 他也说是做中央的规定 我问我 这个是合理吗 这个是什么社会 你要不然就干脆 全部都不要给 给我们疫苗 我们也可以接受算了 让我们早一点过平淡的生活 去打工赚钱去也比较快 讲到疫苗的人更火大 对不对 疫苗当初 打疫苗的时候当初 是你们告诉我们几号会来打的 结果中央疫苗没有来到 没有来到后 那我们怎么办 对不对 都什么都是规定 反正中央为主 中央不对 我们也要服从 中央对是好 中央疫苗都是对的吗 我们怎么办 补助纾困 像我们一般老百姓 补助纾困没有 等疫苗疫苗没有 今天又跟我说混打 又不能混打 不能混打的给我们打 那我们是不是要等 我不是学医的 我想请问你 那个人的现场一下 疫苗假如说是 一个月以后 假如说14天是有效 他这个打在身上 是多久有效 是一辈子有效 第一期是一辈子有效的 还是只有两个月有效 那你叫我打到第二 假如说只有两个月有效 你叫我第三季的时候 要等到第二季的时候 要等到三个月 我不是失效了吗 叫我们老百姓合去合 真的无所适从 那初展请坐 对不对 我现在不知道 这个劳工这个区块 真的很多劳工也讲了 我也是缴钱的人 我为什么没拿到书冠 这公平吗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中央 都是对的 应该顾及到 都是缴罪的人 缴同样的钱 受不一样的福利 有这种社会吗 再来目前现在人员观光会来这边 已经确实是有了 那你现在我们讲实话 我们也看不到 我们真正的就是说防疫措施 一般散客人来这边 就是可以机场 愿意的就筛检 不愿意的回马祖再来筛检 我们还要动之以轻 还要拜托他去 去这个 或者观光我们何需 要如此求全吗 我们一个县的中营都没有了吗 那澎湖是打一击就进来的 基本是不准就不准 我们也可以啊 生命重要还是财产重要 主席财政要请县长 做个回答一下 现在对于目前零星散客来这边 像你们规定 中央规定 像我们的隔离板 隔离板真的是很有用吗 县长你是学医的 应该我们从小以前念书 老师教我们细菌细菌 都在空气之中啊 那这样子隔离有用吗 我这样子隔离一张 我假如说没有戴口罩 隔离有用吗 主席财政请县长做个回答 县长做个回答 非常谢谢明安预言 就是关心就是 我们疫情从三级降为二级以后 有一些零星的观光客进来 就是我们地方的座位 其实我们疫情指挥中心 针对就是降为二级以后 就是依照降级不解封的原则 能量加强各项的防疫作为 依照我们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原则 我们交旅局也召集旅行社 以及旅宿业者召开会议 那我们希望说在安全无语之下 能够逐步的推动地方的观光 在边境的部分 我们原则上还是在机场 要做全面的快塞 那除了全面的快塞之外 就是游客可以持三天的快塞 或者是PCR银性证明 或者是完整的疫苗注射 两剂满14天 这样子的我觉得 就可以安全无语的就进入地区 但是在进入地区任何状况 还是要维持落实个人的防疫新生活 就是戴口罩 现在我打差一架 对不对我打差一架 你刚才是不是说 只要打完两剂 14天以后就免筛了 是的 就可以这样子 是的 那所以说吧 曾杰在这边 政府疫苗迟迟迟不来 本来这样子 你们告诉我 我已经可以打第二剂了 可是没有我要打第二剂了 对不对 那政府这边 中央又没有办法给我们解决问题 那我们这边 经济又停顿在那边 你给我打 你假如说正常来讲 我是5号要打的 我打到14天以后 19号以后 我就不用塞 我随便去哪里就可以了 那经济不是就慢慢就互输了吗 那变了8千多亿干什么 有什么用 对不对 这个虽然是中央的政策 也不是我们现场 或是我们小小预员可以解决的 只不过花花牢骚而已 这边就好像应该好像也有 我们楼上也有 应该李问主委也在楼上 我也在书里面 帮他打个广告 对不对 也要把我们这边 老百姓的心声带回去一下 听听 既然是执政 就要像执政的样子 听听一些小市民的声音 对不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现在目前为止 观光客已经来了 那观光客来了以后 只是散客 这团他还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来 所以这次事情发生 从五月份发生开始 我发觉到旅游行业者 是第一个喊出来说 只出不进 所以他们只喊 还不是我们交流局 还不是我们县政府喊出来 他们把旅游业都停掉了 餐厅也就配合了 那足以证明 旅游业者他们是 虽然赚了观光钱 他也是为了我们马祖一个净土 也是保护我们这个净土 牺牲好长一段时间不赚钱 那现在观光客 散客来了 那团客怎么办 那团客怎么办 团客他们来筛检 几个可能没有问题 那散客筛检几个没有问题 那团客怎么办 那这样子等于说 散客可以来 团客反而不能来 那团客呢 照规矩 要照规矩去做 然后散客就不需要 外面也可以看到 那是不戴口罩的啊 抽烟的啊 散客啊 不是没看到 我不是说 我们现在我们 防疫人员对这个区块忽略掉 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因为这段时间 我们疫情逐渐真的是有下降 是没有错 也是大家努力出来的 也是大家提升了很多金钱之间 没有做生意 以前早上起来 哈喽 现在 哈 哈 对不对 做生意的就是这样子啊 餐厅 早上路过开那边 早好 嗨 现在呢 嗨 态度就不一样了 心情就不好了 越连三个月不赚钱了 对不对 然后那些人甚至 我最好讲的 也没有领到那些 一到三万的劳保 劳保出困境 对不对 那现在我不知道现场这边 现在这个怎么办 这边是散客来的 这边团客不能来 那怎么办 想过这个局 跟民党议员报告 就是我刚刚讲 就是散客啊 可以透过这种方式进来 但是在社区 在地方还要落实 防疫新生活 就是要戴口罩 勤洗手 避免群聚 要有失联制 这个规定还是早 那我们也有跟旅行 跟民宿业者召开会议 我们也希望说 所有的民宿业者 对于散客 定房的时候 要事先告读他 希望说在机场要做完快筛 或者是三天的银行证明 或者打完两剂疫苗 十四天才会入住 我想这除了是保护散客 也是保护我们民宿 也是保护我们社区 那我们希望所有的民宿业者 都能够配合 另外对于降澳级 也是开放 就消息 50人以下的团客是可以进来 基本上我们也跟旅行社 召开过会议 50人以下的团客可以进来 但是他也有一些规范 比如说你的游览车 他必须要梅花做 必须要梅花做 不要群聚 那进来一样要 我们希望说全面的快筛 那我们也会提供旅行社 就是他团客 希望说可以一起做快筛 或者 是的 那我们也提供了 全国的检验机构 其实我们希望旅行社 可以跟这些检验机构合作 然后在他 譬如说他是今天下午 今天早上11点的飞机来 他是可以8点9点 跟一些合作的医院 或者检验所合作 可以一起做一个团 那我们会有一个报表 那团客做完这个筛检阴性以后 比如说他这个30个 他全部是阴性就可以进来 万一有一个快筛阴性 他必须再做PCR 确定阴性 如果养性可能就照 他的原则处理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进来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所有的在社区的活动 还是依照 要落实防疫情绪 就是要戴口罩 要勤洗手 避免群聚 那上所有的一些公共场所 就是要十连制 这样子的原则 我们会继续朝这样子的原则来处理 我们也会协助旅行社朝这样子的 现在这是你 我们宪政五的方向 是没有错 那旅行社他们 要 他们那些人假如说快筛 机场要是容纳不下的时候怎么办 因为中央并没有规定 一定要快筛 最主要中央没有运行规定 那你来到马祖 变成马祖 他就算配合马祖 等于说我们这边也要付出 医务人员的时间跟精力 再来 你刚才讲的 来这边五十个人来团里面 可是说做梅花座 我请问你 本来我是十个的 我一桌就好了 我现在变两桌 我第一个我成本变高了 去做银色业者成本高了 餐厅业者成本也高了 那是不是 那他这边 假如就变成我去消费好了 当旅客好了 那我去游客的费用我也提高了 相对变成提高 那这些费用本来是无需的 那你是不是会达到那种目的 说我还会有那种意愿去管 我本来是说去马祖一趟 假如说比喻了 因为实际上我不曉得三天两夜是一万块钱比喻代价 那我现在变成一万三 是 对不对 那我餐厅本来是 翻桌率本来我最起码 一天我可以弄五十个人 没有问题 被你这样弄一下 我要变成十桌 我是人事费用也要多出来 那既然政府这么有钱 干脆全部扩大补助就好了 你来马祖观光客 我再给你补助三千五千 来回馈这个 给旅行业者 给快塞 付那些快塞的钱 付给餐厅的钱 付给车支 对不对 一部车子我把它做二十个 那你要跳隔坐一下 我不是要做两部车子的吗 是的 这都是成本的增加 是的 那你干脆政府 既然有这样的决心 干脆 建议中央 去观光的 把价钱提高 是的 补助 补助被提高 是的 老百姓才有感觉 是的 塞是一定要塞 补助你钱 对不对 八千多亿的人都花了 平均再花老百姓一两万 也没有什么 对不对 钱要花在人家实质上 有用的身伤 都是你们拿 你们有本事就拿走了 没有本事的人 一般老百姓 领不到钱的一大堆 什么叫老百姓有感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欠然 你答应什么 前有一阵 那阵子我们马祖人相亲 因为同一班飞机 然后去隔离的 我希望以政府 财政方面 来琢磨 事不出 给他们一个 慰问金 或者说补偿金 或者说 一些 小小的福利 这是我认为县长 最起码 你有能力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县政府 应该是有能力 给这些人 无辜的 受害者 给他一点补偿 这一点 我希望你会后 能不能处理这问题 这应该没有多少钱 我觉得明亚议员 这想法 我们当初的想法 就是说 因为这样子生活有困难 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的 因为这样子影响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用社会福利 社会救急的方式 给予协助 但是我那时候 因为这是一个防疫的机制 对于守护地区安全是很重要 就大家要去配合 因为虽然说 就像议员说 我很倒霉 正好坐上这一班飞机 但是基于一个责任 国民的责任 我们必须要配合 那时候我们计划说 如果说它是一个中低收入 或者因为这样子 生活有困难 我们给钱 但是一般的民族 所以我们是 那时候是考虑到 大致上生活是无语的 那是配合这种防疫的政策 也是一个国民的责任 所以说我们 那议员是想说 是不是给他一个慰问 给他一个感谢 还是怎么样 我是觉得 因为已经过去的 对于民策民当中 我们会演绎他 就是对于他们的配合 其实我们真的是很感谢 因为这样子 可能我们就避免了社区感染了 对的确是这样子 当然是防疫是全民的 是没有错 是 可是当事情发生后 变成 变成一直不公平的事件 发生来 我配合了 你不配合 不配合了就没事 配合了皇后有事 这个天理何在 那我们现在说 能做的就是 我们现政府之间 不多的钱 能不能做足够 给这些人一点点慰问金 或者感觉 我们现政府 我们中央我们没办法管 那我们政府 我们现政府 为你表达这种事情 对你 发生这种事情 为我们之意 这个应该小小要求 不过分了吧 好 好不好 我希望现在 尽快做个研究出来 好不好 因为这个热度够了 人家也没有感觉了 好不好 那现在谢谢很多 谢谢